手頭的潤蔥撒少許下去,加上一層煮 龍蝦 相信留下一頓 這裏煮飯 這裏煮的午餐 洋蔥 炸豬扒 洋蔥炸豬扒做好就是這樣 要加些茄汁 搞什麼呢?搞炸豬扒 將豬扒切成一塊一條條 然後就 吸收一些豆粉 這樣就吸收去白茵茵 這樣就合格 這些還沒得 吸收去白茵茵的 就放進去炸 炸到去一點點金黃色 炸到很金黃色就能熱氣得上去 一點點金黃色就能熱氣得上去 炸到一份油 炸到很金黃色 如果不怕熱氣就更金黃色 反正我都會炸完一次 再炸多一次 把油份倒進去 炸第二次 把油份倒進去 這些 把油份倒進去 炸完 把油份倒進去 炸完 這些油不能用 炸完 你只要自己家製做才能有這樣的效果 你外面店裡 油份肯定不太新鮮 自己所謂的 炸完 油份肯定不太新鮮 油份肯定不太新鮮 炸完 用麵粉 用麵粉 炸完 麵粉和豆粉一樣 一半 硬一點 用豆粉軟一點 放到麵粉 放入麵粉 放入麵粉 就會白白白正 放入麵粉 放入麵粉 因為要麵粉 随麵粉 水粗麵粉 反一反去 這些是薄 工當藝術的 你弄成這樣就獨手 這些炸排骨我炸了很多年 我想我很多年沒有炸過 那些哈尼佛炸魚都是這樣的 譬如哈尼佛的魚柳 一樣是這樣的 薄一點麵粉 薄薄什麼粉 白白正 這個 這個OK 拿出來拿一拿去 鑽鬆去 讓它 有空間將水氣 這些鑽鬆 讓空間 讓它繼續將水氣揮發出來 炸魚脆 然後把水分摸走 這個 拿出來 給點心機慢慢炸一下炸一下 就搞定了 再反反一下 再炸多一層 這個 軟的粉 白白正 這些 放進來 這些 軟的粉 白白正 這些有塊骨 這些更正 這些 口味好多 白白正 放進去 不夠粉 再加粉 只剩一塊我都不擋 這個不是很夠的粉就算了 剩下兩個圈 剩下兩個圈 炸起來了 待會放出來之後 開大火 然後放下去 炸一分二半分鐘 不然表面有油 漿的口不好吃 開大火 不一樣 夠炸式 炸一下 炸一下 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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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是金黃色 再炸深一點 金黃色 目標就像這些 這些有骨 這些要炸久一點 有骨 這些要炸久一點 這些小粒 這些要炸久一點 這是第一次炸好的 放了出來 這個油 你可以考慮加多一點油 開猛火 這次要迫 迫 再炸多一次 迫小的水氣 由於剛才炸的時候 因為有些小油 一般都可以弄均勻 一般 不用這樣 把他炸弄好 開强點 開慢一點 我示範給大家看,這樣放下去是對的,這樣就沒有汗了 要不然倒少許油,就用玉水來 再過一會兒,要不要勁少少,因為剛剛滲油了,要試一試,熱力是勉勉強強 我開大一點點,開大一點點,將這些全面塗回來,再拔一拔的水氣 這樣就直接一樣,浪一點點 把水氣擠起來,油溫夠熱才可以 把水氣擠起來 把水氣擠起來,把水氣擠起來,要不然湯不水,油溫滑 把水氣擠起來,把水氣擠起來 第二碟,第二碟,在這裏,倒下來 把水氣擠起來,大約一分鐘 把水氣擠起來,剛才那些,把水氣擠起來 把水氣擠起來,我換了一隻碟 換了一隻碟 換了一隻碟 我隨便理理理,是浪費時間洗多一隻碟 到廚房就經常是洗呀,成呀,洗呀,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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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第二碟,廚房的功夫是很複雜的 上個顏色都不做了,很少都做了,今天突然炸一堆東西 很久沒炸過了,很久沒炸過了 這樣吧,千萬不要關掉火炎,才會難去 這一隻碟,要趁熱力,不要減慢的火 先將油拆起來,讓油拆起來 好,讓油拆起來 讓油拆起來 如果麵包做麵包做麵包就煎了一塊紙 放在上面吸油 然後才好收火 不要收慢的火 迫油進去的時候一定要慢火 待會攤冷了油 處理油 然後埋一個芡 用醋、糖、水、豆粉、芡 吸一吸 沒有熱氣 要不然就這樣吃 很熱氣的 馬上吃得起泡 沒有熱氣 現在進行